在海上航行了漫长的24天以后 张学良一行人终于在1933年的5月4日赶到了意大利 有莫索里尼的亲女婿齐亚诺的安排 张将军吃得好玩的开心 还能隔三差五跟莫索里尼探讨 他在意大利一待就是一个月 在那个月里 抗日心切的杨虎诚失去了他的陕西省主席的职位 正是工作只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对于这次职务变动 杨虎诚非常愤怒 按照当时的规矩 要撤掉一个重要人物的职位有一套很讲究的流程 一般是提前派有身份的熟人前去疏通 私下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好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 并暗示当事人找个理由自己辞职 当在三晚留不成的时候 政府会发一份带有表彰和遗憾的公文 这一番操作下来 既完成了人事任免 又保护了当事人的名誉 但杨虎诚的遭遇却简单粗暴 表面工作一概省掉直接将他撤职 也难怪他会愤怒 除了愤怒 杨虎诚还很失望 他不过是在一个月前向蒋介事表达了想带兵去热和打日本人的想法 结果就被撤了职 在普通人看来 杨虎诚在石家庄接住蒋介事请求抗日绝对是爱国一举 但是老谋深算的蒋介事一点也没被这种热情打动 反而对杨虎诚的不懂事感到失望 对他冒犯感到厌恶 如何对付日本人 蒋介事团队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用签合同的方法让日本在华北一北的地方暂时合法存在 自己好集中精力在南方交费 这个时候谁提出抗日 就是反对和破坏自己的计划 就是哗众取虫损害领袖的人气 所谓内行看门道 蒋介事还看到了杨虎诚抗日诉求背后的真正一图 如果他同意让杨虎诚带兵去热和 那么杨虎诚就可以长期在那里经营下去 利用南京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武器 把他的地盘从陕西扩大到华北 居然跟我玩这种套路 蒋介事一怒之下粗暴地撤了杨虎诚的陕西省主席职位 明确告诉他要老老实实 否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也可以给别人 有一类军人很受领导喜欢 这类军人既忠诚又有能力还没有野心 如果他是一名团长 就会认人真真把团长做好 假如他还特别会打仗的话 那就很受领导的器重 随着自立的增加和战功的积累 迟早要变成旅长或师长以至于军长 成为某位大司令身边的左膀右臂 比如杨虎诚的手下孙伟如 张学良的手下王一哲 或者蒋介石的手下胡宗南 可惜杨虎诚不是这种人 换句话说他从不甘心给人当小弟 他是个有理想的军人 他随时观察形势变化 并对比各方势力的强弱 最终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他不满足于做一名地方首领 如果有可能的话 蒋介石的位置也可以争取一下 所以像杨虎诚这样的军人 是那种让领导感到棘手的军人 身边有个杨虎诚这样的下属 就得派人盯着和防着 一旦他表现出任何违规跃权的苗头 就要及时制止甚至从众处理 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杨虎诚原来跟着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混 但是那些日子里杨虎诚和他的是 冰过得很寒酸 军费少 枪支弹药少 物资匮乏 但每次都被派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冯玉祥对杨虎诚却是抠 这种抠门是他内心的不安全感驱使的 碰到杨虎诚这种有理想的下属 他很不放心 如果枪支弹药和物资管购 他很可能脱离自己胆感 甚至变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 在这种抠门指导思想的作用下 冯玉祥最终失去了杨虎诚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 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携手山西王延西山 一起叫板皇谱系掌门人蒋介石 要是没有东北王张学良的话 冯延联军应该属于当时的地表最强组合 所以胜负的关键在于张学良站那边 为此双方都派出游说团队 提着银员揣着支票追逐张少帅 却忽略了杨虎诚 被长期压制的杨虎诚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如果继续跟着冯玉祥打蒋介石 那要用最烂的武器打最狠的仗 那自己这点人马怕是就完美了 于是杨虎诚选择加入蒋介石阵营 通过几次干净利落的胜利 迅速得到南京政府认可 获得了大笔资金和枪械弹药 杨虎诚的十七路师打怪升级变成了十七路军 蒋介石的金主爸爸是全国最有钱的江浙才发 所以蒋介石派出的人出手最阔 他们撒钱的时候 连张学良身边的厨子花匠都不放过 比豪恨全国第一 中原大战最后一位张学良 在那年9月18日宣布支持蒋介石而戛然终止 沿西山化妆逃往大连租界 冯玉祥隐居在山西焚羊 张学良以全国陆海空副司令的身份爬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掌管黄河以北 还参与受编的冯颜联军 就在张学良宣布支持蒋介石的9月份 杨虎成手持蒋介石的许可 带着他的人马一路向西朝老家方向打 收拾了陕西各地的冯玉祥残部 于十月底进驻西安 堵死了冯玉祥吸车的退路 在自己家乡站稳了脚跟 事后他不但收获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 后来还身兼国军同官行营主任 前一个职位意味着他是陕西省最高行政官员 后一个职位意味着他掌管了陕甘宁清四省的军事 这是杨虎成职业生涯的巅峰 相比跟着老领导冯玉祥的苦日子 我们不得不佩服杨虎成的眼光和魄力 可杨虎成是个有理想的人 有理想的人总是缺乏安全感 他不满足于只经营家乡陕西 他向北看到了青海 宁夏 甘肃 以及甘肃在往北的内蒙和新疆 甚至新疆之外的苏联 如果把所有这一切联合起来整个大西北计划 就能跟蒋伟元长一碰高低 这才会带给他真正的安全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爆发的1936年 幻想着自己的大西北计划 其实杨虎成早他五年就在琢磨这事 而且还付诸过实践 他实践的第一步是进入甘肃 1931年8月25日 兰州发生了一起兵变 这起兵变可以看作是一个阉割版的西安事变 当时驻扎在兰州的雷中田园本是冯玉祥的旅长 他在冯玉祥的指示下 和同南京派来的官员马文车一起动手 把蒋介石安排的甘肃省主席马洪斌给扣了 然后俩人宣布成立新的甘肃省政府 史称雷马事变 出事后 杨虎成主动写申请要处理 但是蒋介石不给杨虎成这个机会 他打算政治解决 没有想到的是 没多久在北伐战争里失败的吴佩夫窜访兰州 和雷马两人谈笑风生 甘肃省政府慢慢就朝着反蒋集团的方向发展 事情变成这样 纵使心里有一万个不乐意 蒋介石也只能下令杨虎成过去解决掉这帮人 当时他身陷剿匪尼谈 无论职权范围还是经济成本意或是内心的热情 都应该是杨虎成去 领命后杨虎成派自己最得力的军长孙卫如带兵背上 一个月不到就把兰州那伙人安排得明明白白 事情办妥后 杨虎成是叹性地向蒋介石推荐让孙卫如做甘肃省主席 然而蒋委员长早就看穿了一切 虽然他不知道杨虎成心里的大西北计划 但是他知道杨虎成是个有理想的人 把甘肃给了他 自己迟早又多出一个对手来 所以蒋介石毫不委婉地拒绝了 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部署 把杨虎成的人全部打包发回陕西原籍 并让自己的浙江老乡兼秘书长邵立子 做了甘肃省主席 接着派手下大将胡宗难以剿匪的名义进驻甘肃 然后以银元和地盘拉拢马红兵和马红奎兄弟俩守住宁夏 最后把同关行营降级为西安绥靖公署 经过蒋介石团队的这翻身操作 杨虎成向北 向西 向东的出口全都被封死 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向南守住戴兔等着红军北上 以及老老实实在陕西经营 想想自己在甘肃忙了几个月啥也没捞着 而且权力巨大的同关行营主任还被降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杨虎成委屈的想骂人 他一劫贾归田探了探蒋介石的底 蒋恢复说认真建设家乡 不要想太多 寻找出路之余 杨虎成却实在认真经营陕西 他修公路 治理河道 兴办教育 发展农业 派遣留学生 扩建兵工厂和机器局 当然也没有停止思考自己的出路 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 不管是连湖区的指缘别墅 还是新城区的绥靖公署黄楼别墅 都留下了杨虎成和幕僚们彻夜讨论的身影 他们讨论的焦点是如何突破陕西获得更大的地盘 直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 他们这才抓住了主要矛盾 认定抗日才是最好的出路 918事变爆发的第五天 杨虎成就发表公开通电 说全国上下应该团结一致对付日本 我杨某人时刻准备着上前线 当然南京政府没有理会他的呼吁 反而打压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复途诉求 虽然战场去不了 但是在杨虎成负责的西安市 各种抗日旧王组织纷纷诞生 爱国人士可以进入陕西省政府担任高官 蒋介石听说后心里很不爽 当1933年张学良丢了热盒审后 杨虎成直接跑到石家庄面见 蒋介石请求带兵收复热盒 外人看到的是杨虎成的抗日热情 蒋介石看到的却是杨虎成的野心 所以毫不留情地撤了他的陕西省主席 之位打压其野心 把这个位置给了甘肃省主席邵立子 接到任命的邵立子在五月份离开兰州 到陕西任职 杨虎成为他的理想付出了代价 但他是个屡败屡战的人 他没有停止寻找新机会 新的机会来自隐居在坟阳玉道和风景区的老领导冯玉祥 冯玉祥身高一米八三 看面相很老实 但是老话说得好 人不可貌相 冯玉祥和杨虎成本质上是一类人 由于比杨虎成出道早所以资源更多 因此比起杨虎成将届时更需要防着冯玉祥 按照常规的游戏规则 摆平中原大战后 闫西山和冯玉祥都应该人间蒸发的 可是人一旦混到了一定位置就不能这么做了 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 比如新的内战或自己这边的重判清理 西安1936 我们下一节再见